已經過緩年了 沒想到還有一個佛心直扣造型 若一烈火熔岩 而且喔 早買早享受 同時還想折扣 雖然這個造型還滿便宜的 可是它的特效不馬虎喔 若一是一個很特別的輔助 隊友懂得配合就是神角 隊友不配合就是糞角 我就想到一個超強玩法 連隊友都說猛的喔 你們猜到是什麼玩法了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優哥 唉...YOUGA 有沒有注意到我的若一 開場就兩等 因為我帶上極高一籌的這個魔紋 讓我開場直接上兩等 帶上了制裁 你們知道我想要幹嘛了吧 就是反野 因為若一他在前期 我只要反完野 馬上原地放個2技能 我就可以回家了 根本不會被打死啊 而且我已經兩等了 所以我制裁的傷害量 你絕對會比對面打野的傷害量還要再更高 你看1032的傷害 對面打野一等差不多只有960 整整多他80的傷害 那現在你只要抓好進場時機 記得在反野的時候 一技能不要太早放 要等藍buff快要殘血再去放 成功反到藍buff 然後右上角有一個2技能 是因為我剛剛想要取消2技能 結果沒有取消到 就飛到右上角去啦 好險我跟貂蟬都有成功逃跑 這個玩法他只怕兩隻英雄 一個叫超人 另外一個叫拉茲 就是在你圈圈想要回家的時候 拉茲或超人 直接把你推出圈圈以外 你就沒有辦法可以回家 若伊真的很怕 那前面有提到 若伊他真的很需要隊友的配合 例如大招的傳送 還有2技能的回家 就要看隊友鳥不鳥你啦 那這邊趕快把紅buff反掉 齊羅他在開場 一個buff都沒有吃到 有點可惜我們貂蟬被他抓到了 可是我們要來報仇了 先用普攻弄一下娜塔亞 可是齊羅跑很快 太慘了吧 不過這個打法有很大的缺點 就是輔助裝備沒有辦法在一開始就購買 還要比較晚去買 因為第一件我要先買打野刀 來提升制裁的傷害量 這個很關鍵啦 制裁如果你的傷害量比對方打野刀更多一點點 我搶藍buff是不是就更好搶 就是這關係 那對面齊羅還沒有四等 還想跑出來 又不回補 成功被瑞克殺掉了 這邊我在猶豫 我到底要不要回家 因為這一波我們是三打四啦 真的是三打四 我們打野也沒有過來 他還在反對方的藍... 欸藍區啦 反藍區的小野怪 這個那還殺不掉 可是貂蟬你別死啦 然後在瑞克這邊放了2技能 幫助我們兩個回家 結果瑞克直接去挑了娜塔亞 不回家了你 喔唷他們成功殺掉娜塔亞 讚耶 所以這個角色真的很需要隊友配合 所以本來要來幫他 但是他一個人就OK了 可能是瑞克在前期就殺了蠻多的人 那這邊齊羅很氣啊 然後因為我的狀態只有半血嘛 所以利用2技能回家 再用大招傳過來 同時間我們家瑞克也傳到了紅區 就問你齊羅他要怎麼吃buff啊 他的藍buff沒吃到 紅buff你也別想吃哈 欸欸欸瑞克你太兇了 刷進人家塔內了啊 好險蘇黎又把齊羅殺掉 然後再用2技能幫助蘇黎回家 是不是 懂得配合的隊友超級強 然後我硬要把這個紅buff反下來 反正我狀態很好 身上又有制裁 還有2技能可以回家 剛好那個娜塔亞在幫助我吃紅buff啊 他一技能打蛋紅buff增長 然後趕快挖回家 有 完若一心臟要很大耶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奧義 要帶金身庇佑英勇 需要多一點的坦度啦 我太容易被打到了 有點痛有點痛 然後這個藍buff 被拉出來了 然後慢慢走回去 哇太殘血了 所以馬上用2技能回家 再用大招傳回來 同時間我們家的瑞克什麼隊友 也可以傳回來去幫忙我們打架 或者是入藍、反野 都非常棒 再用制裁把這個智慧泉源吃起來 我真的難得一見 輔助身上居然有雙buff耶 看到射手狀態有點殘 所以可能幫他吃完這波兵線 再用2技能送他回家 用2技能絕對比他按回程來得更快 而且更好 因為回溫泉同時也不滿血 不用像你回溫泉還要慢慢等他補滿 不需要啊 這邊貂蟬冰到了艾瑞 冰得超級棒 但是傷害差一點點 而且對面很生氣啊 這個艾瑞直接綁我 好險 讓娜泰亞直接助攻 6666 然後我趕快回家 真的玩若伊心臟要夠大 因為你在圈圈等待回家的過程當中 你會被人家打、會被揍 所以你要想辦法度過那個圈圈轉滿的時機 那現在我還想要來反紅 但是我來晚了 趕快原地放2技能想要回家 暗的強迴復 哇 我這邊 如果少了娜塔亞的傷害 我真的有機會可以回家喔 我也有看過蠻多配 若伊還蠻強的打野角色 第一個是蠻經典的打野 蘭鐸打野 第二個就是布萊特打野 我之前日常 哇 入日常的時候遇到一個 若伊加布萊特 好兇好猛喔 有興趣的觀眾 自己去看我的日常頻道哈 這個企羅很生氣啊 好險我旁邊有貂蟬 直接把他打爆 不然那個企羅看到我就想上 這個娜塔亞也好痛喔 而且這場我的出裝 跟左下角不太一樣 我出了雙魔防 德魯伊加仙靈吊墜 不然娜塔亞加企羅 真的會直接把我秒掉 喔還有一個艾瑞 都是魔攻的 我的制裁在冷卻 可是一技能運氣很好 搶到了紅大虎 再用大招把我家兄弟全部叫過來 這是我們家瑞克被艾瑞綁到了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打的喔 這團隊就是要有人犧牲嘛 那艾瑞不綁我 我也沒辦法 這貂蟬冰得漂亮 然後再用二技能幫蘇黎回家吧 回家之後瑞克就說 好猛的若伊啊 有沒有 是吧 我覺得若伊真的有隊友搭配 會覺得一直回家很煩 很無小小 可是沒有隊友的搭配 就會覺得這個角色 一直回家在衝三小 瑞克說他要學 完蛋了 以後傳說對決 會多了一個一直回家的若伊 沒有啦 一直很無小小的若伊 我覺得是不錯啦 但真的隊友要懂得配合 像這個瑞克 我覺得他還玩得不錯 這裡 欸欸欸 喂 兄弟啊 你這樣就不太對了吧 那企羅真的是很討厭我耶 看到我前期一直入他也 他很生氣 你看我這邊叫了兄弟過來 追不到他 他的腳太長了 太快了 這邊你看喔 艾瑞死都不綁我 跑去綁了貂蟬 然後我們家的射手 希露卡 直接被布蘭特揍爆 接下來我也死掉了 然後蘇黎 看你秀了蘇黎 你應該是可以的 他們都沒有技能了 瑞克 這個瑞克講真的 他跟我配合得很好 而且我每次開大 這個瑞克一定會傳送過來 幫忙我打架 超讚 尤其入野的時候 我直接塔殺的你 哇超強超帥 然後我注意到對面起羅 好慘啊 174的戰績 他的經濟還比我窮 他比我少一千塊 他到底是 他的野怪都沒有再吃了吧 應該是放棄吃野的狀態啊 因為我們不斷地在入他的野區 現在要來英雄救美囉 來救一下貂蟬 放二技能給他回家 然後少一千隻一下 還反殺了企羅 太好笑了吧 有人可以跟我說 這個企羅他的陰影面積嗎 不過你也可以自己來私訊我 跟我說一下 你這場的野區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啊 那布萊特直接逼出他的大 欸貂蟬冰到了那台啊 殺了他之後 左邊來了艾瑞 艾瑞 哇他直接綁到希露卡 但是我隊友沒有在手軟的 隊友直接揍上去 然後希露卡就死掉了 然後這邊我看到希露卡很慘嘛 就想說二技能幫他回家 然後他再用大招傳送過來就好 結果沒有注意到 哇他根本不想回家 這個希露卡配合的不太好 不然他可以馬上回家再回來 浮滿血 浮滿狀態的 有可能是希露卡他的吸血還蠻高的吧 他一心只想點塔 只想推塔 欸給這個想推塔的射手頂個讚啊 你看這個艾瑞走到我旁邊 他都不綁我 他想要綁我隊友 我很怕他綁我的說 再幫助希露卡回家 他終於懂得回家了 被追殺才懂得要回家 下路可以推塔 艾瑞直接踩的大 我馬上二技能接大招 想說希露卡也可以回家再傳回去 結果呢 看 又只有我一個回家 隊友明明就可以回去浮滿狀態 再回來點福寶了啦 你看那個綺羅 輸之前還是要揍喔 可是他沒什麼傷害 因為他太窮了 這場就是這麼歡樂的結束啦 隊友懂得配合 瑞翼真的是神教啊 但隊友不懂得配合 那個...那個瑞翼就好像在空大一樣 技能放下去 隊友又不去踩 不回家補血再傳回來 就會覺得有點難過 我技能白放了 最後那個綺羅死了11次啊 也太慘了吧 而且他的經濟超級無敵窮欸 欸!不要忘記幫影片底下一個大家的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